現正播放的浩蘭傳 莫講話香港連內地成績都不如理想 想再現閒熙攻略的成功已經不可能 到底問題出在哪裡呢? 似乎是因為于靖的爽快劇集方法論不合理 想回閒熙的爽快 由魏英諾被欺負到反張對手一軍 其他劇要用兩三集才講完 但延期一集內搞定 而且做足起承轉合 橫橫相扣 反觀浩蘭傳 短短頭兩集 李浩蘭就已經歷被繼母謀殺 媽媽被殺 被未婚夫同妹妹背叛 被父親遺棄 連乾媽都被燒死等等慘狀 節奏上快就夠快 但觀眾看得一點都不爽 只是知道女主角被害得很慘 因為沒有連貫的事件去推動劇情 掛障到上一個鏡頭 見到李浩蘭被推落水 企圖浸死 下一個鏡頭她已經換好衣服 準備回家救媽媽 中間沒有起承轉合 搞到鏡頭切換生硬之餘 亦令觀眾一頭冒水 要自行靠鼓 這樣怎會不說客 黃金7分鐘 生死前三集 已經是影視界的標準 於靜心名此道 炮製了情節爽快的延期 但浩蘭傳快過頭 反而忽略了情節 令不少內容變成廢棄 危機 複雀 複雜 電影 雲 雲 雲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